这是改变中国历史的意见 这一剑彻底将周天子拉下神坛 而始作俑者正是春秋时期大名鼎鼎的小霸主郑庄公 本以为他长得像诸葛亮应该是个鞠躬尽瘁匡扶设计的忠臣 没想到却是史上第一个邪天子令诸侯的臣子 那究竟是谁给他的勇气让他敢做如此违背礼法之事的呢 原来自从一代昏君周幽王烽火系诸侯导致西州灭亡之后 为了摆脱是君师父嫌疑的周平王在郑秦敬等诸侯的护送之下迁都洛阳 此时东周的影响力已经远不如西州 周平王为了巩固君位于是让唐叔父郑武功担任周朝的轻事 相当于宰相管理周朝的内政大使 郑武功在位时期利用职位之便先后灭了快国乎等国 此时的郑国已经是中原不可忽视的诸侯 郑武功去世后他的儿子郑庄公继位同时也担任周朝的轻事 随着东周政局的稳定 周平王不愿看到郑国在干预周朝的内政 于是将原本属于郑庄公轻事的权利分了一半给国公 郑庄公对此怀恨在心 直接连着两年不去朝见周天子 这让原本的为不正的周平王内心十分恐惧 担心会失去郑国的支持 于是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 居然和郑国互相派太子做人质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政护制 天子将太子派到诸侯家里做人质 在周朝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这也是礼宫约坏的重要标志之一 更不幸的是这个太子居然还死在了郑国 周平王的孙子周桓王继位之后 认为周政交致有损周王朝的颜面 出生牛独不怕虎的他为了压制郑庄公的权利 比他祖父周平王还很直接罢免了郑庄公的轻视之位 郑庄公对此十分恼火 于是一步做二不休派兵前去割了周天子的麦子 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当时的周桓王内心虽然愤愤不平 但落地凤凰不如鸡只能忍气吞声 然而周桓王的忍让却助长郑庄公的野心 比起之前更加肆无忌惮 居然打着天子的旗号去讨伐宋位陈蔡等国家 也就是所谓的邪天子以令诸侯 周桓王哪里能忍受郑庄公如此放肆 更让周桓王不能忍受的是 郑庄公居然未经过天子的同意 擅自给战败的宋国扶持新军 这完全没有将天子放在眼里 周桓王为了维护周王室仅有的一丝尊严 不顾周公黑奸国公继父的反对 率领为陈蔡国等五国联军浩浩荡荡前去讨伐 携天子令诸侯的郑庄公 郑庄公由于之前已经大败宋位陈蔡等国 显然已经成为中原最强势力 对于天子联军丝毫不惧怕 率领郑国军队就去迎战天子的五国联军 双方在续阁展开决战 或是我郑武生闯下的 假使有一天 郑国真的惨遭失败 以致亡国灭重 我郑武生 也敢在皇城之下 面对祖宗悲起逆子的罪名 而绝不在今天 后退半步 双方发表完交战宣言之后正式开打 郑庄公摆出于立镇来对抗天子联军 他知道陈蔡卫等国惧怕郑国 于是先击败左右两翼的陈蔡卫等联军 然后再集中兵力攻打天子的中军 天子王是多少年没有打仗了 完全不是酒精沙场郑国军队的对手 很快就被打得丢亏卸甲 就在周桓王要逃跑的时候 郑国的将军祝丹朝着周桓王一剑射去 幸亏只是射中了肩膀 郑国就此获得了虚格之战的胜利 这一剑射掉了周天子仅有的权威 从此周天子的威望遗落千丈 我赢了 郑庄公也凭借这一场战役成为春秋小霸 但也将郑国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要知道后世的春秋五霸也都表面尊重周天子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